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人事与政策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为什么中国吉林市的巨型广告牌成为了官员腐败的象征 中国将目光投向台湾神圣的芯片产业 这是关键选举中的一个焦点 10%的世界为2024年带来一线希望 阿根廷的冷落可能会对中阿关系造成压力 但金砖国家已经躲过了一颗子弹 中国对美国国防公司实施制裁 原因是台湾军售 请大家收看 为什么中国吉林市的巨型广告牌成为了官员腐败的象征 南华早报 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 吉林市一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涉嫌利用他儿子的广告牌非法获利 这块广告牌位于该市商业中心 由前党委书记张小培的儿子所有 张小培因受贿被开除党籍 据报道 商家们花费大量资金 租用广告牌 将利益输送给张小培 这起案件是习近平主席正在进行的反腐败运动的一部分 该运动已导致大量高级官员被拘留 中国将目光投向台湾神圣的芯片产业 这是关键选举中的一个焦点 英国每日电讯 台湾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可能对全球半导体产业产生深远影响 台湾负责制造全球60%以上的半导体和90%的最先进半导体 随着中西方紧张关系加剧 人们担心中国入侵台湾将使中国控制全球电子供应链 选举将决定台湾与中国的未来关系 民进党主张独立 国民党主张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10%的世界为2024年带来一线希望 彭博社 10%的世界是一个乐观的情景 设想了2024年可能发生的几个积极的发展 他认为 在西方国家经历了民粹主义之后 选民们已经意识到民粹主义领导人往往无法兑现承诺 比他们批评的领导人更糟糕 这可能导致英国 希腊和波兰等国回归中间派政治 在美国 人们希望出现一个不叫特朗普或拜登的总统 这可能导致一个更加有效的政治体系 中东地区也有可能取得进展 以色列的领导层发生变化 目前的哈马斯领导层被撤换 可能与温和的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 最后 世界上的一个独裁政权崩溃的可能性 被认为是10% 因为强人政权往往是脆弱的 容易崩溃 虽然10%的世界是一个乐观的情景 但人们承认这些积极的发展不太可能发生 比2016年的民粹主义胜利更不太可能 然而 希望在2024年会出现一个令人惊喜和积极的一年 取得一些成就 比如美国选出第一位女总统 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背负法律后果 美洲两国修复经济关系 以及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中取得进展 人们承认这些结果不太可能发生 但仍然存在2024年会发生好事的可能性 阿根廷的冷落可能会对中阿关系造成压力 但金砖国家已经躲过了一颗子弹 南华早报 阿根廷决定放弃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集团 而选择美国和以色列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与中国的关系紧张 但分析师表示这是阿根廷的挫折 阿根廷极右翼总统哈维尔 米莱在当选后对中国的立场有所软化 但他曾在竞选中主张与中国断交 称其受共产主义统治 中国曾预期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 而其退出对北京来说是有些尴尬的事情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约瑟夫 格雷格里 马洪尼表示 中国对美国国防公司实施制裁 原因是台湾军售 南华早报 中国对五家美国国防公司实施了制裁 以回应华盛顿与台湾的军售协议 受到制裁的公司包括英国宇航系统陆地和武器公司 全球科技系统运营公司 Aerovirement公司 Viaset公司和DataLink Solutions公司 北京已禁止中国企业和个人与受制裁公司进行业务往来 并将冻结这些公司在中国的所有财产 此举是对美国去年12月批准与台湾达成3亿美元的协议 升级其战术信息系统的回应 中国将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 并威胁如有必要将两者通过武力统一 北京书店找到新的位置 但在知识分子中保持独特的地位 南华早报 尽管中国不赞同西方价值观 但由创始人兼所有者刘苏丽领导的北京全盛书店仍然蓬勃发展 该书店于1993年开业 销售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学术书籍 其中许多是西方思想的翻译作品 刘苏丽曾因参与1989年天安门广场争取民主的抗议活动而被捕 他与异见人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并未透露书店最近搬迁的原因 全盛书店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被视为北京的文化地标 考虑到其他独立书店的关闭和中国对公民社会的多次打压 该书店的成功有些令人惊讶 刘苏丽认为 该书店提供了对中国社会的独特视角 并作为其兴趣和关注的情语表 尽管受到政治压制 年轻读者对经典学术书籍的需求仍然强烈 为未来带来了希望 为什么台湾的军售问题 几十年来仍然引发美中紧张关系 南华早报 美国已批准向台湾提供3亿美人的战术系统升级 引起了北京方面的批评 此举发生在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一个月后 习近平在峰会上敦促美国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 美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 但根据台湾关系法 美国有义务向台湾提供防御性质的武器 以帮助该岛保护自己 尽管最新的销售被认为比以前的交易更不具挑衅性 但预计北京方面仍将是其为对其国家统一努力的挑战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台湾的主要支持者和武器供应国 自特朗普总统任期以来 美国对台军售有所增加 这次最新的军售是拜登政府上台三年来对台军售的第十二次 美国旨在阻止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并向北京保证这些军售不违反其一个中国政策 然而 北京方面将这些军售视为阻碍统一努力的企图 并认为他们破坏了美中之间的战略信任 多年来 向台湾出售武器一直是美中之间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但近年来变得更加重要 因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引发了人们对台湾自卫能力的担忧 美国支持台湾发展非对称战争能力 以利用更强大对手的弱点 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很可能进一步加剧美中关系的紧张 并使两国之间重建关系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 中国认为国家的爱国情感不够强烈 一项新法旨在改变这种状况 CNN 中国推出了一项旨在增强民族团结和促进爱国主义的新法律 爱国主义教育法要求将对国家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热爱 融入到中国所有人的工作和学习中 从幼儿到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 这项法律的出台是在中国加强党在公共和私人生活各个方面的存在感之际 此前中国实施了多年严格的新冠疫情控制措施 并发生了反政府抗议活动 该法律与今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重合 官方面临着确保爱国主义庆祝活动并消除任何可能的意义的压力 该法律要求专业人士表达为国家带来荣耀的爱国情感和行为 并呼吁地方政府通过新闻报道、广播和电影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该法律还要求将博物馆和图书馆等文化机构 转变为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场所 并要求学校组织、学生参观这些场所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负责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新闻动态和深入分析 今天的新闻中 我们首先看到了中国吉林市的巨型广告牌 成为了官员腐败的象征 这起案件是习近平主席反腐败运动的一部分 显示了中国政府打击腐败的决心 广告牌被用来非法获利 揭示了一些官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问题 这也提醒我们 腐败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需要继续加大力度打击 接下来 我们看到中国将目光投向台湾的芯片产业 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重要制造基地 而中国希望能够控制全球电子供应链 台湾的总统选举将决定其与中国的未来关系 这也成为关键的焦点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 这都将对全球半导体产业产生重要影响 在接下来的新闻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乐观的情景 即10%的世界可能会在2024年带来一线希望 尽管这些积极的发展不太可能发生 但我们仍然可以期待2024年会出现一些令人惊喜和积极的事情 关于阿根廷放弃金砖国家的决定 这可能会对中阿关系造成一定压力 然而 金砖国家已经躲过了一颗子弹 因为阿根廷的决定被视为其自身的挫折 而不是对金砖国家的整体影响 接下来 我们看到中国对美国国防公司实施制裁 原因是台湾军售 这表明台湾问题仍然是美中紧张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长期以来是台湾的主要支持者和武器供应国 而中国则将这些军售视为对其国家统一努力的挑战 此外 我们还看到了北京全胜书店的成功 尽管中国不赞同西方价值观 但这家书店仍然蓬勃发展 成为北京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这表明尽管受到政治压制 但对经典学术书籍的需求仍然强烈 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最后 我们看到中国推出了一项 旨在增强民族团结和促进爱国主义的新法律 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希望加强国家认同和凝聚力的努力 然而 如何平衡爱国主义和个体权益之间的关系 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和我的观点分享 现在 我非常期待听到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